SBO新科冠軍臺皮 花蓮海峽杯 除了以求會友 教練團還有清單要檢視 首先是兩位新同學 張宇霖和朱義中適應的進度如何 能不能如願扛起劉真離隊 綠扇軍小前鋒的戰力缺口 其實說真的壓力有點大 希望我跟小豬可以頂上劉真的位置 其實他叫我們外線然後自己要多練 剛來有一些跟年輕的 可能默契沒那麼好 而且自己上禮拜剛受傷 後背去拉到 大概一個禮拜脖子都不能轉 希望海峽杯跟光護杯 這兩個比賽可以跟年輕的多磨合 自己狀況趕快調回來 張宇霖效力過蒲原富邦 這個夏天和小豬同樣和台皮簽下三年合約 能不能聯手補上球隊三號的位置 教練沈迷都很期待 而除了新同學之外 嚴格對於瓊子輩和亞洲挑戰直輩 國手子弟兵 周伯勳和蔣玉安更是高標準 海峽杯沒有放下空間 就是磨練再磨練 第一場就完全沒有在狀況內 然後第二場一開始也是 也是沒在狀況內 然後下半場開始的時候才慢慢有點恢復 那個有被三哥講一下說要專注在球網上 因為他希望我的切入可以多一點 然後還有投射能力 然後可以再穩定一點 就是不要每次人家看到我就放投了 就海峽杯的上場時間來說 周伯勳打得比小安更多 這兩位備受期待的戰將 不具想接棒台皮一個的問題 強調做好本分幫助球隊贏球 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來提示相機窗 黃河軍 花蓮採訪報導 好